现在是来到了北京时间的4月17号 今天已经是2010年北京高尔夫球博览会的第二天的时间 那么在这一次的展会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是来自韩国的举世无双的高尔夫球推杆 那么在这次的我们的采访过程当中呢 也会带来价值60万元的推杆 给大家展示一下 而且这一件推杆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 更多的也会将用于到实用当中 不仅仅是一件收藏品 我们也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体现 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推杆 究竟是怎么样的 这么高价格的一个推杆 为什么会定位在这么样一个高端的价格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西方国家永远追不上的这种结合了一个传统和一个高清技术的产品 所以这个为核心制造的这个产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